感觉全世界都在要我讲活着这部新片 你们真的敢听吗 开场就直接刺激 男主在家玩 手机突然接到紧急灾难通知 首尔出现暴动情况 禁止外出 什么暴动 这时 窗外尖叫声 奔跑声 楼下更是叫声 撕起皮肤 男主走到阳台一看 小区已经乱透了 人人都在跑 消防车乱撞 一个母亲拎着菜刀出来救女儿 下一秒 女儿就发起风来 咬住母亲将她扑倒在地 这时 门外响起了撞击声 男主走到门口 什么都没有 他太好奇了 打开一条门缝 一个男人强闯进来 男主要他出去 但这人比他更紧张 差点就打起来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他说 我用下卫生间就走 男主答应了 人一进去 电视里播放新闻 说是恐怖病毒爆发 感染者会吃人 男主慌了 赶紧去拿刀 这时 身后的邻居出来了 男主拿刀逼他出去 对方疯狂摇头 说自己没事 但说着说着 眼睛开始冲血 然后扭动肢体 短短几秒钟 活人就变成行尸走肉 男主用尽全力 把他推出去 关上了门 晚了一会儿 他决定先搬冰箱 堵住门口 然后打电话给家人 但打不通 他心急如焚 这时收到了妈妈的信息 妈妈好像回不了家了 放心 我们没事 爸爸也发来信息 儿子一定要活着 有这几条信息 男主心安了一些 他检查食物 但食物不太多了 第二天醒来 他拿出无人机 用它去侦查外面的情况 一看不得了 每家每户都有丧尸 男主更绝望了 这晚 他被一阵声音吵醒 原来 楼下有一个女警察在逃命 他无助的开枪射击 却引来更多丧尸 很快就被扑倒 男主看不下去 怒吼起来 但他的叫声非但没用 还暴露了自己 身后传来巨响 冰箱也被撞开了门 天 有个丧尸来了 男主赶紧打住 但他力气不够大 他松手 跑到阳台边 想跳 却不敢 但他还是翻了过去 丧尸猛扑过来 摔了下去 而男主则紧紧抓住阳台栏杆 逃过一劫 他回头检查 丧尸撞开冰箱 把吃的都撞翻了 男主好难过 只能更省着吃了 第七天 他好饿好饿 这天看电视 新闻播报中居然插播了广告 美味拉面 男主看着看着 实在忍不住了 拿出自己最后一碗泡面 心满意足地吃下 又过了几天 手机突然来了信号 他接到一条家人的语音 正高兴 却听见是家人临死前 想对他说最后一句话 然后就是惨叫声 他终于绝望了 到了晚上 他挂上绳圈 把脖子伸了进去 他踢倒椅子 开始窒息 偏偏这时 一道激光照到了他脸上 他赶紧想出来 但绳圈太紧 根本出不来 他在空中挣扎了一会儿 终于扯断了绳子 回过神来 他朝对面楼看去 照她的是个美女 男主终于见到活人了 高兴起来 总算有了活下来的希望 女主是个生存能力很强的人 家里各类工具一应俱全 还在门口自制了椅子陷阱 如果有丧尸闯进来 就会被椅子困住 由他用斧头解决问题 这天 他看到男主捂着肚子 知道他饿了 于是 他打算用棒球 抛一根绳子过来 奋力一扔 却掉在楼下 太远了 这时 男主的无人机派上用场 把绳子直接送到了女主面前 女主绑好绳子 将食物送了过去 男主看见可爱的零食 满心欢喜 大口咬着 盒子里还有一张纸条 慢点吃 男主双手合十 表示感谢 却突然看到 楼下有个穿着消防服的丧尸 捡到了女主扔下来的棒球 他用力一扯 拽来桌子 半倒女主 他昏厥过去 然后 丧尸就拽着绳子 开始往上爬 男主心急如焚 他朝丧尸扔酒瓶 但没能阻止他 然后他用无人机去干扰 也被丧尸一把抓住 直接报废 这时 丧尸已经爬到了女主的窗台边 女主一把冲过来 把他砍下去 原来他醒了 这才幸免于难 又过了几天 男主在家里 看着所剩无几的食物 他知道 必须冒险出去一次了 他给自己做了双无声鞋 也就是用毛巾绑住 戴上手电 极轻极轻地推开门 他打开手电 楼道里没有丧尸 他悄悄走去 在地上找到一个死者 从他口袋里拿出钥匙 但一转头 就看见走廊里 有个家伙在移动 好在没发现他 他偷偷潜入革命屋子 一片黑暗 房里好像有只脚 他捡起鞋子 扔过去砸了一下脚 没有动静 那就好 他打开冰箱 一片腐臭 好在这里有花生酱 再拿点饮料走 走进卧室 找到更多好东西 还有饼干 还有对讲机 他还去检查尸体 谁知丧尸来了 幸亏男主脚不快 夺命狂奔 跑回了家 在家吃着花生酱 喝着啤酒 人生又满足了一点 他将一半的食物和对讲机 送到女主窗边 第二天早上 他在对讲机里 听到了女主的声音 他向他道谢 他也向他道谢 女主抬头看了眼天花板 那里也有一根 被争断的绳圈 原来他也想过自杀 这时两人听到了雨声 激动地打开窗 想要接点水 却发现没下雨 是丧尸暴动 丧尸开始暴动 机体狂奔 不知道去哪 突然女主碰倒了架子 被丧尸们听见了 丧尸们转头 朝他的家走来 他绝望了 要死了 但就在这时 隔壁房的电话声响起 丧尸们又一通跑了过去 原来是男主打的 救了他一命 两人决定 不要再坐以待毙 反正是死 不如搏一把 他们商量好 到男主那边的八楼去 因为那边没有丧尸 女主跳下楼 一同夺命狂奔 但很快被丧尸拦截了 就在他快坚持不住时 男主出现 救下了他 两人一起跑 跑进了楼道里 进入电梯 就在外门玻璃破裂之前 电梯关门了 两人终于到达八楼 在被丧尸围攻之前 他们被拽进了一间公寓 救他们的是个大叔 女主很警惕 因为他用望远镜 观察过这间房 里面明明没人 大叔给他们倒水 他也不敢喝 大叔感叹一声 事到如此 防备也是正常 就先把水喝了 两人这才相信 喝下了水 然后大叔又拿出罐头 饿了很久的 两人狼吞虎咽 这时 大叔又说 放心吃吧 食物够撑到救援队来的 两人一听 还有救援队 顿时激动不已 但接下来 男主突然晕倒 女主也感到一时模糊 他们还是被吓药了 大叔把两人的手绑起来 然后把女主拖进 里面的屋子 他要干嘛 等到女主醒来 他看见 里头居然绑着一只女丧尸 这就是大叔的老婆 而绳子的另一头 就在大叔手上 他慢慢松开绳子 丧尸朝女主爬过来 原来 大叔深爱老婆 他变成丧尸后 舍不得杀 又不想被吃 只好找人来让他吃 里头女主跟丧尸拼命搏斗 这时 背后传来声音 大叔回头 却看到男主已经醒了 这用枪指着自己 大叔直接松开手里的绳子 男主赶紧冲过去抓住 但很快又脱手 这下完了 男主拼命推门 但门锁打不开 突然 里面安静下来 大叔拽开男主 拿钥匙打开一条门缝 却没看到人 再打开一点 丧尸冲出来 扑到他身上 原来是女主集中身至 用布盖住了丧尸的脸 但现在 听到声音的丧尸 再也没有怜悯 很快咬断了老公的脖子 两人正惊魂未定 突然听到一阵轰鸣声 两人跑到窗边一看 三架直升机缓缓飞过 于是 两人收拾东西 带上装备 打开了门 拼命往楼上冲 好不容易冲到楼顶 丧尸也追了上来 就在最后时刻 直升机从他们身后升起 士兵开枪 把丧尸们通通射杀 两人终于获救 这时 广播里传来声音 通知无线网络已经恢复 越来越多人 能够把球秀信息 发到网上 他们活了下来 故事到此结束